就是当年皇太子应仁的老师王善 这王师父啊是看出来了 皇上想把皇位传给这四大个印针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呢来到我的书场 今天呀咱们聊这个清宫遗案 事儿大了 今天咱要聊什么呀 今天咱们说的这段书啊 是康熙皇帝驾崩 雍正皇帝继位 哎 这就是著名的清宫四大遗案之一的 雍正继位之谜 这雍正皇帝继位呀 如果单门作为一个话题来聊 咱还真没说过 不过呢咱们前头啊 做过人物片 你像咱们说这个 康熙皇帝的诸位二个呀 还要这九门提督龙可多呀 在这些个人物片当中啊 我基本上把我的态度叙述的 已经很明确了 不过呢这部书啊 既然咱们聊的是清宫遗案 这康熙驾崩雍正皇帝继位呀 这个话题是躲不过去的 所以说呢咱们在这啊 就简单一些 咱们只讲着康熙皇帝死 和雍正皇帝登基 这期间呀这爷俩的事 别人呢咱们呢 一带而过就不细聊了 就这呀也是难免 堵不上那些人说 我挨这炒冷饭的嘴 得嘞咱们闲言少叙呀 书归正传 那咱们聊这个话题 从哪找话头呢 咱们就得先说说呀 这康熙皇帝在头死之前 这身体怎么样 又是具体得了什么病 他驾崩的 康熙是哪天死的呀 康熙死啊 是1722年的12月20日 咱们这个说的是公历 农历呢 是1722年11月13日 那年正是康熙61年 要说起来啊 在中国古代人里 这老皇帝活了69岁 那这个寿数啊 应该不算短的 但是呢 说实话 也不算是恨长寿 可是这话说回来 那这人的一生活的精彩啊 他不在乎 他活了多的岁数 这康熙皇帝 那可是历史上 中国历史上啊 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那么又回到咱们今天这话题了 这皇上在晚年的时候 身体怎么样啊 哎 其实要说呀 他也不怎么样 早在康熙52年的时候的老皇上就得过一回中风 还挺重啊 刚得中风的时候 据说是嘴歪眼斜 话不能语 即便后来经过调治 身体健好 这右手啊 始终不能写字 都说这康熙老皇上啊 晚年之后比较带正 可是呢 您要知道 康熙52年以后 这康熙皇帝可是一直坚持 用左手来劈写奏章的 即便是这样 您也不用替老皇上担心 皇帝身边都是什么人啊 那太医院里啊 各顶各的都是一流的高手 再者了 那吃的药材 都是您听说过 没见过的 总之啊 不管别人怎么说 这康熙晚年 老皇上认为自己的身体 那还是可以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就在康熙61年 这一年啊 那康熙皇帝是69岁 他还让满朝成功 全国上下 给他想 如何庆祝他七十整寿呢 康熙61年 刚一进十一月 这会儿啊 按照常理说 这皇帝啊 应该搬回紫禁城了 为什么呀 因为这紫禁城当中啊 有整套的地暖系统 能够保充这皇帝啊 过一个暖暖和和的冬天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呀 这一年啊 已经到了十一月份了 这康熙皇帝呀 仍然住在畅春园 一点都没有搬回紫禁城的意思 并且呀 这刚一进十一月份 这皇帝说呀 要去城南的海子 红围啊 去猎路 这大臣们一听啊 那皇要去没办法呀 跟着吧 可是这一猎路啊 毁了 老皇上啊 染上风寒了 只好作罢 匆匆忙忙啊 结束了这次为例 要说这老皇上的病 他重不重啊 重 可是再重啊 也没到得了啊 说不出话来 传不了旨意的程度 他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 因为如果按照常理来讲啊 这老皇上一旦传不了旨了 说不出话来 从这城南的海子 红围出来呀 那最近的那一定就是紫禁城 可是这出人意料的是 这轮驾并没回紫禁城 直接又回到了畅春园 这老皇上啊 就住在畅春园的清晰书屋 那么自十一月初啊 这康熙皇帝病倒 到本月十三 这康熙皇帝驾崩 这康熙皇帝心里 知不知道自己即将游进灯库呢 那我想啊 这老皇上心里 他一定是有预感的 再过几天啊 就是冬至了 康熙皇帝呀 叫过来 他早就在心里 认定了的皇位继承人 谁呀 就是爱勋觉罗印针 四阿哥 雍亲王 他把这四王爷叫过来干嘛呀 他让这老四印针呢 替他去天谈祭天 因为冬至祭天嘛 这是大清朝的祖宗家法 四王爷跟老皇上回 也说自己不愿意去 为什么呢 不是自己抗旨不尊 您看您啊 现在病了 我得在畅城园伺候着 要不接啊 您就派个大臣 再不接呢 让我其他兄弟们去 我本身呢 这个兼着领事为那大臣 在这儿伺候您的起居 保护您的安全 那不是应该的吗 皇上说不对 这敬天法祖啊 那是祖宗留下的规矩 这不能改呀 这你去了呀 你代表皇家代表我 这是属于对老天爷的尊敬 那印针又说了 说那也不着急 您看这离冬至还且着呢 我呀 等到过两天再去也不晚 皇上说你还是最好啊 就现在去 对老天你得尊敬 提前你就得到天坛 在那儿的斋公住 先得是静心养性沐浴斋戒 这儿啊你不用担心 你去吧 并且在这之后的十几天当中 这康熙皇帝啊 还经常传口语 给朱晨公朱皇子 说朕的这病啊 坚轻 等朕的病情啊 再有所好转呢 就要回紫禁城了 也就是因为这一点啊 很多学者认为 这康熙皇帝死得很蹊跷 林毕风说吧 这个著名清史学家 孟森先生就认为 康熙当年这病的病不重 突然死亡啊 不能不死 圣尼 他们之所以有这些观点啊 主要是就因为 这个康熙在病倒 这十天当中 还经常传指 说自己病得不重 并且呢 这病情啊 有所好转 其实在这件事情上啊 我并不这么认为 咱们首先说 从这件事情上 就可以看出 这康熙皇帝 在重皇子当中 是最看重四阿哥印针的 自己病倒了 他选出一个呀 替自己去祭天的人 就是这四阿哥印针 他为什么不选当时在京的 三阿哥印子 八阿哥印四 黄九子印唐 黄十子印鹅呢 都传说呀 这老皇上 有意要把这皇位 传给老十四印提 也就是在西北打仗的 那个大京军王 要说呀 如果这老皇上 真是这么想的呀 到了这会儿 可就应该把这十四 儿子叫回来 在自己身边等着 继承皇位了 可是没有 那么反过来说 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这老皇上 为什么没把自己 心仪的四阿哥 留在自己的身边呢 哎 这就对了 这老皇上 借着自个儿的病 把别的阿哥 都禁锢在畅春园 虽然不是禁足 但是你每天 得给病了的爸爸 过来请安吧 当然了 十次请安 也有九次 是看不见爸爸的 可是啊 你双重身份 你既是臣子 又是儿子 哎 论忠论孝啊 你也得来 四阿哥不一样 奉旨祭天 在这期间啊 这四阿哥 就有充分的时间 去调动自己的实力 安排大事 虽然这么说呀 这四阿哥 也是从南郊 往畅春园 跑了好几趟 不但如此啊 这四王爷 每天都会 拍自己的亲随 过到畅春园啊 给爸爸请安 相比之下呀 每天形成固定的 其他阿哥 在这件事情上啊 就被动的多 有人说 就只是凭这一点 就能证明 这老皇上 心仪老四 要把地位传给他吗 当然不是啊 其实啊 早在康熙六十年的时候 就已经有预兆了 康熙六十年的征月 康熙皇帝 命四皇子 拥亲王印针 皇十二子 贝了印桃 世子洪盛 也就是这个老三的 成心王印旨 他们家的大儿子 以预计六十年 告绩 永灵 扶灵 昭灵 那这是什么意思 在这些人里 身份地位最高的 那就应该是 雍亲王 爱心觉罗印针 让他们呀 一曲去关外 永灵 扶灵 昭灵 祭祀祖先呢 那 这意思很明显 就是让 关外的这些 王公 贝了门看看 这就是我的 皇位继承人 这种做法啊 关外的这帮 屈辱 王爷 贝了门 看出端倪没有啊 我倒不太清楚 但是啊 被一个人 察觉到 谁呀 就是当年 皇太子 应营的老师 王善 这王师傅啊 是看出来了 皇上想把 皇外传给 这四阿哥印针 于是 他连忙 就趁着打铁 联合了一帮 御史啊 写了一封信 说干脆 就册立 这四阿哥印针 为太子 就完了 康熙皇帝 见到这份奏章之后啊 把王善 叫过来 就是一通臭骂 他跟这王善 说呀 这正宫 我不是早就有旨意吗 说咱们大清国呀 不再立太子了 你老头子 哪那么些废话呀 康熙皇帝 看似对王善很严厉 并且呀 痛则深斥了他 但是啊 却暗暗的拦下了 其他文武成功 弹劾王善的奏章 因为这康熙皇帝 心里知道啊 这会儿在西北 可还有一个 手里有十万大兵的 十四阿哥 大将军王印提呢 一旦这些事情 提早公布 西北印提 大军华变 那如何是好啊 所以说这皇上 才把这件事情 压了下来 不再让事件呢 继续扩大 就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 康熙皇帝病倒的前一个月 这康熙皇帝呀 命令 庸亲王印针 世子洪生 宗史延信 以及大臣孙扎记 龙可多等人 视察京师通舟苍翁 这老皇上啊 颇有一番大将军王 统兵在外 这四阿哥印针呢 统筹粮草的意思 再者您看到了吗 这里边有九门提督 龙可多 其实龙可多忙着呢 九门提督一天 他得负责整个京城的治安与房屋 为什么让他跟着四阿哥印针呢 这老皇上啊 完全是想 让自己的皇位接班人 与这个十全派的九门提督 自己的亲信啊 多接触接触 康熙驾崩 雍正登基 这里边啊 悬疑池的推桥的事件啊 还不少 今天啊 咱们就先聊到这 精彩故事就在明天 咱们再细细掰车 是挨个 解读